主料,鸡小腿10个,胡萝卜400克,辅量,姜蒜,花椒10粒,香叶2片,八角1个,葵香,盐,老抽,干红辣椒1个,色拉油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鸡翅膀腿10克洗净沥干水分,锅内烧开水,将鸡腿焯熟,洗去血沫,将焯熟的鸡腿老体沥干水分,准备好姜蒜,花椒,香叶, 大料,干辣椒,小茴香和灰皮,炒作洗净烧热倒入色拉油,炒香香蒜,花椒,香叶,大料,干辣椒,小茴香和灰皮,倒入鸡腿翻炒,鸡腿炒香,倒入适量老抽,将鸡腿反复翻炒均匀上海,等鸡腿上海后,加盘水放小汤锅里,中火焯熟,大概需要10多分钟,在焯烧鸡腿的同时, 将胡萝卜洗净切成滚刀块,鸡腿烧熟以后,将胡萝卜倒入和鸡腿一起煮,并加盐,在胡萝卜煮熟后,就可以食用了烹饪技巧,鸡腿沉水可以使鸡肉肉热更紧实,还能去除鸡肉里面的血污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